陽光沙灘人擠人 南加州最近出現上萬人潮 不顧政府的軟性封城令 涌入海灘享受日光浴 一解超過一個月來 閉關在家居家防疫的郁門心情 儘管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 還沒劃下句點 不少州政府憂心 持續封城防疫會加劇衝擊經濟 近來紛紛開始鬆綁管制 開始這個星期 住在家的命令會上升 包括蒙大拿 田納西 科羅拉多等 疫情較不嚴重的州都邁向解封 預計5月初重啟經濟活動 喬治亞州更跑在前頭 已經開放非民生必要的商業活動 疫情慘重的紐約 雖然近來疫情趨緩 卻不急著鬆綁 禁足令遇到延長到5月中 才會分階段逐步復工 不少州喊復工 平經濟是首要考量 但是醫學界指出 多數州的檢驗量不足 整體來說鬆綁封城 準備人不足 有可能導致第二波疫情發生 美國總統川普先前已經多次表示 希望讓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企業 恢復營運 川普近來因為提出注射消毒劑 殺病毒的錯誤訊息 引發軒然大波 現在各州逐步解封成為新焦點 川普可說是暫時解套 莊社綜合報導 기자 担持住 希望之後 再嘗試 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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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描